请收看秽律法师冯雪讲座 经语有五种不翻 这唐代的玄众法师所立的 咒语就是其中之一 五不翻译的其中之一嘛 密则是深奥难言之意呀 很深啊 很不好说啊 密是隐密不义是人啊 所以又显这个法诵词 你只要念就好 往往询文诗意啊 不得专一 你怎么能说我念念大悲 这是南无哈南丹达南亚耶 哦这是什么佛啊 然后又这是什么佛啊 不要 你就拼命一直念就好 那就会自然有感应 所以说往往询文诗意 不得专一 秘密诵诗不起分别 一成三昧呀 是文 秘宗的大的这样说 咒文呢 不禁犯语 其实不完全是犯语啦 它是通乎六道轮回 简单讲 比如说我们念那个 这就是奥马尼巴密鸣 有个奥 你知道吗 这个奥马尼巴密鸣 你听过吗 哦 哦 马尼巴密鸣 哦 马尼巴密鸣 那么 那就是通六道轮回 通六道轮回 所有密宗的人都吃这个咒 大部分的宏观音 这个咒我吃了几十万遍 同乎各去 就是天族人 也就是没有所不解 有没有很多 就是印度人也不是很了解 但求信心欣喜 你只要求这个信心的欣喜 静心来感应 清静心就会感应 所以我们闻一粒 粒不喜欢 就是我们还是不翻译 那么一粒不强解 那么这个因 这个语 我们也不勉强来解释它 请按照古德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